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男人 对 就是两个很对比的 就是网络上其实你看到的其实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像我作品中有一个男人 就是他是戴VR眼镜 就是他在网络上其实是一个很风光的一个男子 可是他现实当中其实跟他网络上是不同的 所以这是我想表达的 大家看到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名词 大家知道元宇宙是一个未来网络网络星的一个世代 它结合了虚拟跟实际 那一听到梗图大家又可以很直接的联想到 最近就是在网络上非常夯的 他跟政治有一些相关联 尤其在选举期间 但是因为这样一个梗图的发送 其实对于媒体试读就真假讯息的一个考验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大的 那么中加集团 中加宽品集团 最近在这几年呢 其实持续的长期投入媒体试读的一个推广教育 那我们深入校园 深入社区 到每一个角落去 我们办了超过200场的一个活动 当然希望就是推广这样一个媒体试读的一个教育 那么有机会透过这样子的名音梗图的一个比赛 然后结合了媒体试读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那持续未来中加宽品也会 持续来推动媒体试读 希望把全民的这样媒体试读的一个教育 能够往上来提升 当数位科技成为民众的日常 青少儿的美感素养与上网趋势如何 也成为家长关注议题 白时代关怀协会执行长兼政大传播学员教授 黄威威发表调查报告 参言学生没干呈现高于在线反思层面 政大跟白时代关怀协会 我们大概从十年前我们就意识到一个现象 就是数位它是一个创世纪的过程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拒绝科技的演进 包含现在元宇宙的到来 所以其实在我们白时代关怀协会 跟政大一起合作上网安全的预防教育之外 我们同时也觉得那孩子要用科技做些什么 所以我们教孩子玩创意 让他们透过科技去记录在生活当中的美感 那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发表台湾青少儿的 不只是上网趋势还包含他们的美感素养 那当然也是因为在过去三年 政大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我们进入到偏乡 在国小国中高中还有大学去推 数位文化美感这样的一个教育 也结合上网安全的一些概念 那这一次我们的研究是发现说 特别在过去这两年的疫情的一个来袭 起起伏伏消长的状态 其实所有的成年人跟我们的孩子都在家里 十一住行娱乐学习都在家里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用过去的网路成瘾的 一个定义去看待使用手机或网路的情形 那但是我们会去看他 他用什么样的态度 跟用什么样的动机在上网 那这次我们发现说 其实即使疫情有的时候松缓 大家有机会到一些小馆去用餐 或者是在一些户外运动 所有的成年人跟我们的孩子 都会用手机打卡去记录一些 家窑或风景的美感 那我们的调查在美感室长发现 我们觉得说小学五年级到大学四年级 整个的在学学生 其实玩打卡或者是记录美感 基本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日常 可是呢在进一步 那只是在美感呈现的部分 但是在美感在线反思的部分 我们发现在这个层面 其实我们的调查的青少儿的在学学生 在这一块是很缺乏的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美感上面的建赏 还有怎么样运用科技世界平台上面的 一些美感去创造生活当中的美感经验 他们可能是用具有已经 大家存在的梗图图像去做 但是他自己有没有一个原创性 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 也因此在这一次的元宇宙 民营梗图的媒体试读的 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 跟这样的一个竞赛 我们就选出了 这次投稿加上学生和社会组 学生组比较多 大概有290几件将近300件 这是我们第一次办 属于民营梗图的媒体试读的投稿 然后那这些作品里面 其实像今天入围的这些 同学跟社会人士 都是属于原创性的 也就是他们不再是用既有的一些 网络上授权的图片 然后去反思一些媒体或数位世界的现象 而是他自己可以用原创 不管是照片 或者是他自己用数位绘图的技巧去呈现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倡议的是说 除了要留心上网安全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善用科技 去享受这当中生活 或者是许多生命经验的美好 中架宽屏持续推广媒体试读 除了前进社区教导民众分辨假讯息 更串联大专院校为高中学生量身打造为课程 这次赞助元宇宙媒体试读 民音梗图创作比赛 期盼透过各种方式唤醒社会大众 关注媒体试读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国立台湾十分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从109年开始 与中佳宽屏合作 推动媒体素养教育 今年进行媒体素养教育活动 推广计划与公用频道的 禁用与推广计划成果亮眼 参与的人数超过了5000多人次 透过各式的活动与桌游等设计 将媒体素养教育推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画面现场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大众传播研究所 举办的《眉来眼去》 媒体素养成果发表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炳宏表示 感谢中佳宽屏的大力赞助与支持 媒体素养教育活动推广计划 今年透过多场公私立大学课程补助 讲座与营队等面向的推广 让媒体素养的触角 扩展到更多地方 在中佳集团的协助之下 推动媒体素养 那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可以很顺利的进行 那要很感谢很多参与的 我们这一个这一年来总共 补助了31门的大学的课程 所以后面有一些老师很热情的出席赞助 那有一门高中的为课程 那我们总共有办 127个大学跟高中的讲座 大概有4000多人次的参与 那我们还有三场的营队 还有六场次的读书会 还有六场次的公用频道禁用的影音产制内容 后面有好多朋友是参加这一次影音活动的产制内容 总共产制了50部影片 那成果相当的 我个人相当的觉得还蛮欣慰的 中佳集团全省有12家的有限电视系统 的确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扮演这个重要角色 我们在各地其实都怎么讲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透过各地的系统 我们进入社区宣讲等等 我们也感受到就是说 可能老人家长辈尤其长辈 他们每天以前我常会接到可能爸爸妈妈寄来的那个很多的讯息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透过这几年的推展 我感受到他们已经至少先查核 或者是不是立刻就转给别人 他们已经渐渐知道讯息不一定都是真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有秉宏老师的这个指导 他算先行者 虽然他刚刚有说 的确因为这个台师大 秉宏老师这边的多年耕耘以及推广 很多大专院校也开始投入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就是说他的正向力量会透过更多管道 更多学校发展出去 那不过秉宏老师是先行者也是非常有创意的 他针对明年度的这个提案 我们也有一些讨论那我相信明年度一定会更好 其实现在的选民或民众啊越来越耳聪目明 好 越来越可以胜失明 那这真的就是要感谢每一位在投入在这个媒体素养工作里面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中家啦包括我们秉宏老师包括我们现在场的老师们跟团队们 那因为你们的这个努力对媒体素养的投入喔 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我们的民主才可以更健康更成熟 所以要谢谢大家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费补助 这个周游其实不太可能到东部的偏乡来进行这样子的课堂设计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一次的经费补助 其实不只是学生受惠 我想东部的非常多的家长也在这个脉路里面 因为这个整个课程能够得到全额补助这个部分 一起在这个经验里面受到相关的媒体素养的这个训练跟赔力 这次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 然后邀请到的讲座老师说 因为我都要请同学们写心得 那同学每次看到同学们的心得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喔 跳出学校的框框的那些资讯 我觉得对学生来说那个成长跟冲击其实更大 此外有鉴于公用频道的知晓度仍有待提升 今年台师大也攜手中佳 透过世界咖啡馆影像工作坊与焦点座谈进行宣导 吸引近200位民众合作产制出50部影片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幻的旅程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这个是从高雄到台南到新北到台北 然后基隆 但是我们又往回到了桃园这六个县市 这六个县市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坊 其实我们真的是产出了非常非常丰富的 就像各位看刚才看到50支影片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还是要真的是感谢中佳 那就是说以前真的不晓得什么 我们只知道公共电视嘛 对不对 谁知道公用媒体啊 这是因为参加的这个活动 我们才有这样的概念 而且呢 刚刚讲说那自媒体啊 就说你怎么样拍影片呢 我们也是因为呢 这一个 有这个机会呢 就是多学一点啦 我甚至拍了我的第一支MV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你知道吗 就像是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其实这一切并没有这么难 如果你敢去做 你做了第一步之后 万事起头难之后 你踏出了那一步 你就可以接着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我们就希望人民只剩下一点点 可以尽用媒体的权利 刚刚有一位先生分享的就是 那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英国海德公园的肥皂箱的概念 每个人都应该透过媒体 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不被任何的不当的力量所影响 因为你在YouTube 你常常会被下架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媒体基本权落实的 那希望我们明年会更努力 然后在中加的协助下 我们会更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 台师大今年也在推出 假新闻查核与媒体禁用权 为主题的媒体素养桌游 提供民众免费下载列印使用 民众可透过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活动推广计划的粉砖 申请电子档免费列印试完 成果发表会中 台师大也邀请中加宽平 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 与中加宽平北建总经理徐巧妮 分别进行摸彩抽奖 让获奖民众相当开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数位传播趋势日新月异 台大新闻研究所 攜手中加宽平举办研讨会 针对新闻实践 资讯操控危机与平台管理政策 来做探讨聚焦媒体生存环境与态度 如果国家没有公共电视 媒体生态与新闻会是如何 台大新闻所研讨会 开幕主讲人胡元晖 透过媒体转型与民主永续主题 探讨公共媒体引领影视产业的责任 也开启听众思考对公民媒体的想像 那事实上在数位的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媒体有非常大的冲击跟演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媒体生态 那在这个媒体生态里面 商业的媒体 公营的媒体 公共的媒体 它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出发来看看 到底在全球面临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挑战的时刻 西方的公共媒体 他们在想像什么问题 台湾的公共媒体又面对什么的问题 就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 大家都觉得应该在数位世界里面 找到公共的价值 换句话来讲就是应该 那种公共服务可以在数位世界里面 得到充分的实践跟延伸 这样子才可以面对我们现在 一个资讯时代的混乱 或者不是讯息的挑战 这个场次是有关媒体转型跟民主政治 那与会者都主张说 公共利益导向的媒体 应该要通力合作 然后提供好的内容 然后强化媒体素养 那长期能够深化民主政治 由台大新闻研究所与中佳宽评举办的研讨会 以数位传播新趋势为方向 针对新闻实践 咨询操控危机 与平台管理政策来探讨 期许大众面对平台化的 新闻乐听环境 能够自主选择偏好与分辨真假新闻能力 好 台大新闻所今年的年度研讨会 那我们其实还是延续着 对于台湾的新闻媒体 数位转型的关切 所以我们今年的研讨会 安排了三场主要的讲题 那分别是从平台化的 这个数位汇流 对于新闻产业所造成的影响 然后呢 当然也是这几年大家非常关心的 资讯操控的议题 还有针对这些数位平台 我们要如何的治理跟管理 那从这三个面向着手 那我想这几个议题 都是我们现在的新闻媒体产业 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我想其实今年NCC 才刚提出了一个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那引发各方的关切 那还有非常多议题就在于说 那新闻业因为面临到非常大的 这个营收的危机 那在这样的一个数位汇流的环境里面 那平台是不是也应该为新闻业 还有民主的发展要付出相当的责任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研讨会的 关注的重点所在 我们非常高兴 其实从今年以来 我们就跟中央数位公司合作 所以让新闻所可以 在每年举办三场论坛 跟一场研讨会 那这一些其实我们都是希望 这也是一种公共教育 跟沟通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那透过这一些议题 然后我们邀请非常多 专家学者 还有业界的代表 来分析目前最新的情况 跟大家认为未来的 因应的对策应该是什么 研讨会除了开幕演讲 上半场的平台化新闻生存 讲述现今的媒体环境 下半场也针对资讯操纵 与内容平衡 探寻这对月听众长久有何影响 并期待透过媒体素养的教育 与宣传 数位平台的管理对策等 优化传播生态 在台大新闻研究所 和中佳携手举办的研讨会中 邀请到业界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分享面对现今环境的生存策略 与经营改变 如何在流量与内容之间取得平衡 同时与月听者沟通互动 现代人频繁在线上活动 包括接收讯息社交互动等 就连购物休闲娱乐 阅读查找都依赖网路 改变了传统的资讯接收方式 新闻媒体也面临着数位平台化的考验 在内容与流量间拉扯 重述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向与模式 在台大研究所和中佳宽屏合办的研讨会中 就针对新闻实践与使用者互动 邀请业界分享经验 我们讲那时候一个优势 是因为苹果的市占率很高 所以当时即时新闻很快 我们不到两天 我们一天的得益率平均值 就可以破2500万 那接下来每个世界就不断的成长 有什么政节 有什么高雄气暴 有海南地震 高雄捷狱等等的一些事情 一直带上来 发现成暴 你知道我们最高做到一天 我在的时候最高做到4995万 差一点点到5千 那个目标一直还没当成 可是那时候 我们去看它的整个流量来源 全部都是直接流量 就是说它有八成是从APP进来 到2000年之后 开始慢慢出现了网络 但是当时网络还没有那么的承受 真正我认为台湾的新媒体的 整个被大家重视到 或者是被看到 其实是2014年的太阳发血运 那时候我扶的单位是金正传媒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我们说实在我们的新闻 真的也没有苹果多 新闻也没有苹果看 但是我们想到一个 因为我自己从电视台出生 我想到做的是直播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们利用日本的一个直播平台 我们就是大家如果印象的话 它是用两个那个蓝白夹角托 放了一个iPad 直播了立法院里面那三天的情况 那当时只有一个媒体把它放在售业 然后也帮那些学生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 就是NOW NEWS 因为那件事情我们的流量 并一直破一千万 现在天文中有五千万 我们是这样的暗言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时也是天文数字 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太阳发的血运 大家开启了另外一个新媒体的事态 就是原来网路可以成为另外的事态 但当时FB也还没有崛起 更不要说Youtube 那时候用的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免费的软件 然后我们就做了三天 大概七十几个小时的直播 这些科技的大型套 它这个提供的这些技术的支援 这个除了将我们的NOW 这个提上去之外 重要的 它把我们的传播力 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它也拉到了一个所谓 它们所谓自由平等公开的 传信中 去到这个平台上去展示 那所谓平等的话 就是它们所谓的演算法 所以演算法是没有公开的 用它解决 我们也不知道 它演算法随时都可以改变 我们一定知道它的 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新闻工作者在禁逐 乐听人点阅率之下 评断新闻内容的标准 不再如从前的看法逻辑运作 媒体和乐听人之间相互影响 产生双向的选择与沟通关系 以新闻工作者的角度 业者纷纷面临产业困境与挑战 但在改变传统新闻产制模式时 也坚信保有公平正确且优质的内容 是永续发展的核心目标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导 今年的耶诞节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了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诞哦 中佳宽评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约旦节快乐 HOME PLUS中佳宽评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能你来拿 詳请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 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刑事局近年来 侦破了一座以类P2P为先驱原料 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的制毒工厂 另外还联手关务署查获运毒集团 以进口宠物用品贸商名义 夹藏超过了5公斤的毒品 Ketamine 以行动展现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 警方来到秋信嫌犯住家 地上摆满各式各样制毒工具 宛如一座小型化学工厂 警方发现嫌犯以类P2P为先驱原料 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没有以往制毒过程 会产生的刺皮化学气味 嫌犯自认天衣无缝 遭专案小组查气时 当下还在网路制学制毒流程 浑然不知已遭警方锁定 申请居票、搜索票 对嫌犯住处进行攻坚 发现秋席 秋席在住处以网路制学的制毒流程 再搭配这些制毒化学先驱原料 没有刺底的气味 来规避民众的检举或者是发现 那本案是国内首件 以类P2P来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我们适时查获可以有效的斩断毒品的攻击 然后本局也会持续的统合各警察机关的侦察能量 然后统合各项的勤资 来持续的打击毒品 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另外曾山大队则是联手关务署 查出运毒集团从德国以宠物用品猫杀名义 寄出国际包裹 内长5.125公斤的毒品凯他命 集团由帮派成员策划 指挥进行毒品运输 利用分层转手 领受毒品包裹以躲避警方查契 那基本上这个甲乙进口宠物用品名义来入台的是 这个国际包裹是从德国寄进来的 那实际上呢在整个组织的一个规划里面 其实早在很早之前的时候 这个编道蒙正义会成员 这个防禁首脑他其实早就已经招募好 有一二三层的一个犯险来进行一个分层转手来进行断点 那甚至呢他们也为了要找人头 所以去找了一个理性才担任其他提供人头身份证 所以呢整个他的一个邮包的流向就是先 由第一层的诚信的这个犯险呢 去来接收这个毒品的邮包 接着呢他们再到一个客厅的地点交给第二层 那也同时呢会去指挥監督他们在取货当下 有没有司法单位正在监控 那接着呢他拿到以后会再交给上层的这个诚信干部 最后才交给这一个黄庆的首脑 那整个专案调查耗时了五个多月 那我们调查发现呢 这个半毒总司集团呢 他是利用分层转手的一个方式来躲避警方的查器 那我们全案总计查器幕后首脑贴到我们正义会主弦以外 同时也查到了一二三层各层的一个主钱 那我们同时查扣了K他命毛重五点一六五公斤 以及半毒账款新台币三十九万四千两百元 那也呼吁民众勇于检举提供相关的制毒走私半毒的勤资 那最高的检举奖金可以高达新台币一千万元 如果因而破获的话那这个奖金都很高 那也请民众们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会以匿名的方式来做这个检举笔录来进行调查 那检举署最近针对黑道帮派的一个党籍 当然他所隐身的这些犯罪包括奴品种事案件或者是奴品贩卖案件 都是他们生产的这个风机 那这次刑事局的曾三大队也就增破了天道蒙正义会的王姓成员 他利用转手 层层转手的一个手法用邮包邮寄的方式 家常的五公斤的K他命在关口被刑事局曾三大队的一个拦阻把他拦下来 那另外最边境弃毒的部分 近期从去年开始在官务署的一个邮件中心所查获到的这些毒品的邮包案件 那也交过刑事局来做后续的一个追查 那从去年9月到现在有追查出来八件十四人的一个涉及邮派的邮包走私毒品案件 那这个层再再都显示出黑道邮派涉及到毒品案件的一个情形相当的一个严重 所以也列为掃盪毒品也就是在打击邮派犯罪的一个策略 那另外检测罪也针对这些经常偏到邮派的一个活动忌急的这个场所 也就是高风险的一吸毒场所 总共有12处的一个扫荡 那这次也扫荡了有一个处所 同时有28人在这边吸食毒品的一个开发的情形 那另外也有190处涉及到的一个这个场所的一个违规案件 也用行政裁处的方式来加以采访 那这在在都是要断结黑道邮派它的一个金钱的一个来源 那警察罪这边也要再重申 针对黑道邮派所引申的这个毒品 进入到毒品的走私或者是特地场所的一个维护 或者是营业的一个生产来源 都会一一的在解释 一一在查清 警政署长黄明昭表示 将持续统合各警察机关量能 加强情资整合 建制毒品资料库 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达到溯源刨根的目的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湾癌症发生率年年创新高 更坐稳了十大死因榜首多年 癌症关怀基金会从2011年开始 积极研发帮助抗癌防癌的饮食指导介入模式 经过长久的观察 癌友们的指数进步 生活品质提升 也显现健康饮食奢活 是抗癌重要关键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 至今已开办共37个梯次 癌友们在营养师用心指导后 看到许多正向成果及激励人心的回馈 他们透过每日撰写饮食记录本 包含餐食、饮水量、排便与运动等 经长久观察 身体指数与生活品质均有改善 今天是一个我们大概是努力了12年的成果的发表 怎么样 如果你现在正在做治疗期间是千万不能受掉的 所以呢 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一定要按照营养师的设计 那设计好好的努力去达成守住体重 这是第一个关键 当你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你就会发现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体重管理搞定了 比方说我们的成果太瘦的学员 体重上来了 那再来呢 如果太胖的学员 也能够小心的减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很多抽血指标有明显改善 你会看到我们很多人就聚焦在癌症治疗 可是呢三高怎么办 血糖啊 看功能指数 这个很多东西都疏忽了 事实上这些指标 透过很好的饮食方式 不是只有抗癌、防癌 其实三高这些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也应该一并照顾 那我们的研究证实就是 也可以有很好的成果 那第三个部分是说 我们的生活品质的部分 生活品质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努力的照顾他们 用爱跟专业努力的照顾好学员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自我感觉的这个 自我 就自我效能的部分提升了 自我饮食管理变得很好 那再加上呢 他也发现他自己很像情绪的管控更容易了 整体健康的感觉 生活品质都有很好的提升 甚至睡眠品质、疼痛 或是这些不适的感觉 他都能够有一些改善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 能有效帮助大家抗癌、防癌 切经医学统计分析 证实有效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的照顾对象是 我们是照顾癌友 所以任何什么种癌别 我们都要都欢迎参加 所以我们的癌症、癌别种类 有30、40种 但是统计下来跟我们政府的统计数字相同 乳癌是第一名 占了48% 那我们也很头痛啊 因为看到那个数据 年轻乳癌也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也有我们学员过来 那你知道新闻上看到好多艺人 30几岁年轻乳癌 甚至就失去生命 好可惜、好惋惜 但是在我们的照顾当中 我们很多年轻型的乳癌患者的情况都相当的理想 对 其实我们已经照顾了1100位以上的学员 这次的统计数字 因为包括我们的要送IRB的申请 所以我们统计的数字有701位学员 那包含北中、北中、南三区都有 是 对对 所以这是史上的样本数最大的 那我们其实努力了12年 第一年在研发 然后一开始 我们一开始照顾是照顾多久呢?一年 那后来缩短成三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的量呢 大概都可以照顾100多位的学员 北中、南 那每一次照顾的学员 我们就会邀请他们上课 然后是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他们会上三个月的时间 最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根深蒂固 然后可能来自上一代啦 所以说改变饮食习惯是非常难 但是呢 它是可以改的 你改了之后 你就有希望 你就有机会 其实哦 就是我们的照顾方式 就发现他们的各方面的指标变好 所以你今天会看到我们乳癌二期 现在已经十年了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 淋巴癌脑转移 本来医生都要准备后试 他现在已经六年了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 我们真的很多 还有最头痛的是胰脏癌 大家都知道是癌王 我们手边照顾好几位四期的 那医生的宣判是三个月到五个月 但是他们都超过两年 那虽然最终生命还是会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品质 他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去做一梦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要教的方法就是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要怎么吃 吃什么东西 量要怎么控制 可是呢 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 难免都会吃的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扎根的方法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健康两杯 一个是就蔬菜水果坚果打在一起 那你就把很常常没吃到的东西 都一并打在里面了 那另外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高百豆骨浆 就是我们的豆子 黄豆黑豆浸泡煮熟 然后加上五穀杂粮打在一起 然后加上黑芝麻酱打在一起 所以这两杯是关键 所以怎么样优质适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教他们 然后每天检视他们的饮食技术 你发现越来越进步越来漸步 然后从而有成效都跟着上来 那我们的饮食方法 实在很希望推荐大家 我们的方法就是教你 首先一定要三招四式 那三招讲的是第一个 你的心情很愉快 很重要 这个干嘛都大家可以想见人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我们希望尽量选择食物 减少食品 就会减少很多风险的添加物 第三个是健康的四式 四件事情 第一个要多样 我们选择食物 我们就叫他们花七花八 要七个颜色 那再来呢 适量我们会教他黄金密码 会设计好他的分量 再来是希望全食物 希望他尽量选择 比方说带皮 带皮的话就有植化素 这个部分就会把 营养素的含量密度 通通拉上来 癌症关怀基金会呼吁 抗癌路不容易 越早落实健康饮食生活 更是关键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繁忙的交通每天上演 有想过这些是如何运作的吗 另外台北交通管理的幕后实况 究竟如何呢 在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 可以透过AR扩增实镜 进行沉浸式体验 还有公车模拟驾驶系统 及智慧停车等体验 欢迎民众免费预约参访 坐上驾驶座立刻变身公车司机 透过逼真的模拟驾驶系统 让参访者认识大行车 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叉 位在台北转运站地下二楼的 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 里头设置各种交通体验设施 像是可以沉浸式体验 行人闯红灯告警 以及协助视障者过马路的 交通控制区 还有鸟侃台北体验区 绿运输AR扩增实境 智慧停车体验 与智慧公车站牌等 透过各种生动活泼的互动展示 让民众了解台北市的交通建设 发展以及交通安全知识 这部分我们也是以强面投影的方式 打造这个沉浸式体验 然后我们建构了包括了新人闯 以及协助视障者过马路 这两个情境 让民众可以更了解我们最近一些智慧化的 就是计划的推动情形 那这部分的话是外面这个鸟侃台北体验区 然后这一区的话我们同样用投影的方式 那让这部分是呈现了两支影片 一个是历史上的台北 我们结入了四个时期 布陶时期的西门丁中华路的一个街道的画面 那在智慧台北的部分 则是用空拍的视角来介绍了我们近期的一些智慧交通 包括像是动态耗制感应信号制 然后电动车地锁 或是像共享运居这些我们智慧交通的一些成果 这个部分的话则是我们的律运输区 这部分我们展示了我们的U-bike 1.0跟2.0 那2.0的部分还可以做个骑程体验 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合影 这个部分的话则是我们智慧停车区 那我们除了有载行政策 然后智慧巡车这些之外 近年还新增加了这个智慧停车柱 那我们就是模拟了包括车子停放 然后可以缴费的这个流程 让民众更了解智慧车主 那这一区的话则是大众运输区 那这部分最热门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模拟开公车 透过这样子实际开公车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包括像是大口车的视野指角 或者是内轮差这部分 来提升整个交通安全的宣导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直接看到B3 但是我们的交控中心值班台 那可以直接看到同人就是 针对我们交通的就是即时的监控 以及一些管制 然后也可以就是让中路人有更直接知道这些即时路况讯息 那我们这边平常就是有接待一些国外贵宾来参访 或者是国内团体要来申请也都可以 那近期的话也有蛮多是亲子团伴 我们要加自带小朋友来那边参观 那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预约规定 我们这边原则上就是要预约才来参访 那要透过我们的台北市市民服务大平台进行预约 那一个梯次的话最多是50个人 那平日最少要5人假日10人我们才收理预约 那我们的预约是完全免费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寒暑假的部分有提供免预约参访的场次 那寒假的话是1月15到2月15 暑假期间7月到8月 那这个期间的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五的下午3点到5点 这时段民众就可以直接时间上午3点的时候 到我们台北专专一楼的服务台报到 那我们的导案人员就会上去接待大家来参访 台北市交控中心这边有一个交通运制中心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台北市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交通的一些发展 智慧的上的发展都在这边来显现 那现在又弄了很多体验区 那我们欢迎这个大家预约来这边来参观 这里面也蛮适合小朋友 我们有专业版成人的专业版 也有一般版也有儿童篇都有 那我们也会有导览 欢迎大家来预约 除了各项体验设施交通资讯中心内 还设有交控中心值班台 透过交通监控与管制系统 立即掌握台北市的交通状况 控制中心是224是有派人在现场 那我们现在是委外经营 他们主要就是透过现场的荧幕 跟我们的那个一些交通资讯 来判断有没有拥塞 有拥塞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就会透过伊林群组 就是LINE群组 通知交大的勤务指挥中心 请他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到底那个拥塞是因为车流量过多 或者是因为这个有造势 那在市民道道上面呢 我们还有这个AI的这个造势的摄影机 那可以只要车子啊 发生造势的时候 AI摄影机辨识出它是造势的时候 就会立即通知这个交大勤务指挥中心 上到这个高架上面去排除 减少这个缩短这个造势处理的时间 让这个交通能够更为顺畅 那我们的控制中心是24小时 那会尖锋的时候呢 或者是在连续假期前面呢 我们会增加更多的人力 来做这个交通监控 那平常呢20小时都有人 电话进来啊 或者是这个交大 或者是这个跟这个新北 或高工局的邪情呢 都是透过交通中心的同仁跟这个 这些单位做互相的先行 把这些交通资讯通报之后 也让交通能够更为顺畅 想要参观交通资讯中心 只要上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务大平台预约 平日满5人 假日满10人 都可以预约免费导览参访 完成体验 还能获得精美纪念品 欢迎民众上网预约 记者林齐慧台北报道 Oh yeah 今年的月蛋节 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 美丽的脸庞啦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椰蛋喔 中家宽萍 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椰蛋节快乐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作者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 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 讯息的习惯看看 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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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期盘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居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港威海营区 军港西迁计划积极进行 未来的基隆港东岸港区 将释出大面积的国有土地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 正在国门广场玻璃屋 举办透明的港口净土展 让大家了解 未来东岸再生的想象 黑夜中 国门广场的玻璃屋 闪耀光芒照亮基隆港边 里面的净土展 也指引着未来基隆 东岸港区再生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基隆港军港威海营区 西迁计划积极推进当中 未来的基隆港东岸港区 将释出大面积的国有土地 东岸港区未来将有可能 是什么样子呢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 正在国门广场玻璃屋内 举办透明的港口净土展 希望让大家了解 未来东岸再生的想象 大家可以看到未来在我们东岸地区 也就是军港西迁之后 现在的威海营区的这一块基地 未来的一个想象 那这是经过蛮长一段时间 我们有许多的学校 专业科系的学校的老师跟同学 一起利用基隆的这一块基地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和设计 那也给了非常多 这个新的思辨或者是 不管是未来不一样的愿景 一个思考 我觉得都很有创意 也都很有启发 那所以这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 相信只要进来看到 这些相关的模型 或者是图梭 大家为基隆的下一个十年 我相信 就会有更清晰的一些想法 正是我在卸任之前 希望能够带给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甚至是包括整个北台湾的北台区域 大家对城市跟港口的都市发展的想像 我们给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基隆市政府都发处主动邀请 规划设计的相关大专院校和建筑师 提出愿景构想 从12月17号到25号 举办为期一周的展出 欢迎市民朋友到玻璃屋参观 市政府都发处也表示 未来这间玻璃屋也将可以委外经营 作为咖啡厅或是书屋等用途 欣赏基隆港区国门广场全天候美丽的景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中一路基隆港周边及基隆火车站 幻蓝一新外 市府更用心招商引资 由台湾的国际体感大厂智威集团 在基隆火车站设全球首座的 元宇宙实境体验馆 正式启用咯 基隆市长林佑昌和智威集团 董事长欧阳志宏以及市政府官销处长等人 一起乘坐戴俄塔飞艇 直上3000公尺高空视角 俯瞰世界美景 在基隆市长林佑昌带领市政府团队 努力打拼下 不但让中一路基隆港周边 以及基隆火车站脱胎换骨换蓝一新 更用心招商引资 由台湾的国际体感大厂智威集团 在基隆火车站设置全球首座的 元宇宙实境体验馆正式启用 今天很重要的是 非常感谢欧阳港市长 这个木瓜瓜独具 然后选择在基隆的落脚 那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很重要的 一个招商的一个成就 那智威科技进驻到我们的旧火车站 其实代表了基隆从过去一个港口的城市 休闲观光娱乐的一个城市 到现在是跟科技 然后跟最新的虚拟的技术 来做一个整合 以及包括呈现 刚刚影片里面在讲的 元宇宙的一个概念 这个在全台湾是第一座 甚至是在国际上把它整合在一起 也是第一座 感受几乎是百分之百真实 那甚至里面也建设一套飞行模拟器 可以让你驾到F16 飞到台湾的山口去保家卫典 那这一切一切就是 这个场馆我们实现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在一个 就是说实体的体验上面 它可以拓展你更多虚拟的体验 这些虚拟体验可以是 你可能是梦想 或者是 可能这边是没法达到的一个体验 或者一个梦想的实现 所以说去参与再通过 那做这些事情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要用很多科技去做 所以这个场馆 算不是我们最大的场馆 可是几乎是我们曾之为 科技性并最高的场馆 我们大概把所有最厉害的科技 都用在这里面 为了就要实现这件事情 原宇宙实境体验馆中 除了有戴俄塔飞艇之外 还有F16战斗机实境模拟驾驶舱 让您体验当飞官 翱翔天空 保佳卫国的感觉 以及变身为赛车手 体验竞速飙车的奔驰快感 智威集团也表示 预定明年体验馆也将设置 全台最大裸式3D弧形巨幕 让可爱又慵懒来自多重宇宙的 核色短毛毛穿越星球抵达基隆 相信将成为全台猫奴攻陷的最佳景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都知道了七堵区自享里里长张仁化 连续9年举办搓汤圆的活动 让长者和年轻人一起备料搓汤圆 让长者们借此机会聊天叙旧 活动筋骨延缓老化 市议员张耿辉是大力响应和支持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七堵区自强里长张仁化 陪同里内近百位长者以及年轻人 一起搓汤圆毫不热闹 冬至快到了七堵区自强里里长张仁化 连续9年举办搓汤圆的活动 让长者和年轻人一起备料搓汤圆 除了让长者们回忆过往大家热络搓汤圆的温暖记忆之外 也让年轻人传承这项文化习俗 更能够让长者们借此机会聊天叙旧 活动筋骨延缓老化 每一年都会举办冬至搓圆汤 让联老的乡亲回味以前的生活 到冬至都会举办搓圆 我们现场是在现场搓圆 然后现场主剩下的就刮给香港 拿回去 对于这项搓甜汤圆和咸汤圆的活动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大力响应和支持 那就是5月12日就是冬至了 让我们那些长者士的老朋友 回味我们冬至的时候都会搓汤圆 然后其实说吃了汤圆就搓了一岁 让我们感觉虽然外面天气寒冷 但是里面却是一个祸心的场面 同时这几天含流来起来 整个在这边也呼吁我们是个好朋友 尤其长者 我们现在穿着衣服要注意自己的保暖 以免冻凉 由于这两天入冬以来 预估低于10度低温的寒流通过台湾 张耿辉也呼吁长者以及身体比较虚弱 有三高等慢性病的民众 务必多穿衣物 注意保暖保持身体健康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有四条海豚上周五被民众发现 搁浅在新北老梅石潮沙滩 海巡人员获报后赶往现场 并通知基隆市政府 在救援的过程中 只有三只海豚健康良好 再往新北外海顺利野方 新北石门沙滩上被人发现 两只海豚依偎在一起 让人看了好心疼 海巡人员第一时间获报 赶赴现场救援 并替他们披上毛巾 撒水帮忙保湿 上周五12月16日一早 6点多 有民众发现 四只海豚搁浅在新北市 老梅律师潮沙滩 每只海豚相距超过500公尺 导致搁浅的状况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定 但是这几天风浪大 可能是一个原因 如果说它离岸太近 被风浪打尽 而且特别是一个群体的话 可能会避失影响 新北东宝处紧急派出了两辆车 并通知了基隆市政府 将四只海豚送往基隆巴斗址 安置中心照顾 初步检视三只是成年的个体 一只是幼体 其中一对还是母子 但在救援的过程中 幼体海豚不幸死亡 目前兽医师这边评估四只的动物状况 是活动活力还算很好 然后希望在天气转换之前 能够把它先野放出去 那当然它先到八楼子安置中心这边 先做这个血液的抽血 然后去观察它后续动物的一些生理的状况 然后抽完血顺利抽完血之后 才安排这个野放的程序 那现在目前两艘船都已经预备 然后随时等状况好的情况之下 然后把它野放 那今天早上 因为也有考虑到天气跟人员的安全 所以早上也有经过 跟船长之间来做一些模拟跟讨论 能够让这个野放的程序能够安全 又顺利的将动物送回大海 树池明志工到场协助照料量测生命状况 判断海面风浪间歇之后 立刻决定野放 海豚在海豚里面是蛮常见的 那它最重要的是 它这一次是三个层体 一个是亚层体 那其中那个亚层体 它现在比较窘迫一点点 就是会紧张 那目前状况都良好 那因为超市海豚 它本身比较不适合使用 那个麻醉药剂 所以我们尽可能再让它 最不麻醉的状况下 用情绪安抚来做野放 志工们小心翼翼 将海豚分别移植到娱乐船上 顶着巨浪 花了40分钟开往石门海域 顺利让它们回到大海 记者 王少民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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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是